Dr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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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我是Rigley,今天也有新的影片啊! 虽然呢,现在呢,在其他国家呢,都已经 进入冬天的 天气了,不过呢 在马来西亚呢,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所以呢夏天呢就代表着什么呢 也就是说太阳很晒 那么不管在马来西亚呢 或是国外的女孩子们 或男孩子们 都难免会害怕太阳来 尤其是太阳很晒的时候 所以太阳很晒的时候呢 在我们化妆之前呢 或者我们出门之前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防晒的步骤 如果你问到我本人呢 我个人呢是不怎么喜欢擦防晒霜 因为呢防晒霜呢 通常呢会让我觉得黏黏的 然后就很不舒服啊 就觉得脸上有一层东西 这样非常不透风不透气 最难忍的就是它有一个味道 所以那个味道是我非常不喜欢的 如果呢你也和我一样呢 不是很喜欢擦防晒霜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介绍的产品呢 将会让你对防晒霜有所改观 那么呢就让我和你们介绍今天的主角吧 也就是这一个 对 这个呢就是Vela的 Ultra Hydro Sun Essence 那么我先打开让大家看看哦 我手上这里有的是30ml分量的防晒霜 然后呢这个防晒霜有 SPF50加 PA3个加 都非常适合用于室内或室外 而且这么小瓶呢 其实呢就非常方便的携带出门啊 就好比如说你要去旅行之类的啊 小小一瓶呢你就放在你的包包里面 或Custom的时候也不会不会被没收啊 因为才30ml 那么现在呢我就放在和你们更详细的介绍这个产品哦 那么呢它在手上的 其实呢其实就是这样 其实它挤出来呢它的那个产品液体的颜色呢是有点带橙黄色的 听说呢它呢一碰到皮肤呢就会变成水 然后呢会被你的肌肤吸收形成一层防晒的保护层 所以你看它的质地呢是非常的水的 然后我就把它推开来 就它不会有那种油油的感觉啊 就是你看一推开来过后 它就是水水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你就把它擦在你的肌肤上 然后一直到它完全吸收 它的味道是有一点点的香香的 就不是那种普通防晒霜的味道 而是那种淡淡香味的味道 就是你不会讨厌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是蛮OK的 其实我蛮惊讶的 因为普通其他的防晒霜呢 一擦在皮肤上 你就觉得它跟你的皮肤啊就 你就觉得它融入不到你的皮肤 可是这个呢我一擦上去呢 你就觉得你的你的那个肌肤呢 是在吸收着这个产品 如你所见没有白白一层的感觉 就是完全就是透明了 然后呢这个SUN ESSENCE的 ingredients又厉害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背不了这样多东西 所以我就看着电话 我搜索了它的资料 然后share给你们听 那么呢它这里写的呢 它是有用到30种不同的Ocean Extracts 然后再加45种Plant Extracts 还有Deep Sea Water with 61%的Moisture 最重点的就是呢 它是没有Paraben 没有Artificial Pigment 没有Mineral Oil 没有Benzofenum Talc Benzyl Alcohol and Sulfate 因为这些ingredients呢 其实对我们肌肤是不好的 那么在这个产品里面呢 都不存在哦 那么刚刚呢 我就把产品试在了我的手上 那个产品试用过后呢 我是个人觉得不错 所以现在呢 我就要当场 当着这个相机前面 把这个产品呢 擦在我的脸上 让你们看看 擦在脸上过后的效果 事先声明哦 我今天其实是没有化妆 只是化了眼妆啦 就是为了要test这个产品给你们看啦 OK 那么多余的呢 我就可能擦在颈上 颈要防晒啊 你不能只防晒脸啊 那么你的脸白 你的颈黑 就很奇怪 那么第一个呢 防晒霜擦上脸上过后呢 我最介意的就是 它有那种黏黏的感觉 刚才我就把产品都擦在这边了嘛 就是我的下半边的脸 那么现在呢 我就用我刘海的头发来测试给你们看 到底呢 它会不会有黏黏的那种 texture就让我头发黏住我的脸啦 不好了 那么我就要用力的甩 看我头发会不会黏住 一 二 三 会不会甩太大力的头发都甩去后面 再来多一次 我按了过后呢 然后我就轻轻的往旁边 有看到吗 完全哦 不会有黏黏的感觉哦 有些防晒霜的我一擦过后呢 就会头发一直黏着啊 黏着黏干嘛 就一直觉得很烦 可是这个呢 你看 完全不会耶 看到了吗 我轻轻一甩我头发就去后面了 Tissue 如果是会黏黏的呢 Tissue应该会黏住 一下子才会掉 可是这个就 看到了吗 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所以 这个黏度测试呢 就算过关了 第二个测试呢 就是它的控油度 为了看看它到底 是不是很油的一个产品呢 我就准备了这一个 吸油纸 测试开始 呃 我不会说是完全没有油啦 I mean 那个产品呢 都是Liquid Foam 可是它就不会是说那种太油 你看到就只有一点点 对啊 就只有一点点啊 那么我就觉得是接受得到的 那么呢这个油性度的 这一个测试呢 就算过关 然后接下来的测试呢 就是想让大家看看呢 这个产品呢 到底有没有 Fully吸收进我的肌肤 通常呢 人家对于防晒霜 特别在意的东西呢 就是 擦了防晒霜过后呢 你的脸就会白一层 我刚刚就擦了两层的 这个Vela Sun Essence呢 如你所见的我的脸呢 目前为止是没有白白的一层啦 我就回刚刚那张 吸油纸 如果产品呢 还残留在肌肤上面呢 那么我这样子一擦呢 基本上你就会看到有白白的东西 在这一个吸油纸上 如你们所见呢 对 就没有白白的东西啦 其实它吸收力这么好呢 对于我们擦了防晒霜过后 还需要化妆的人呢 就觉得 就是非常好的一样 一件事情 好的 经过了这一些测试过后呢 我对它 的感觉呢 是觉得 诶 这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防晒霜 听说呢 它也是防水啦 不过防水我真的不懂 要怎么样 test给你们看 因为 它已经吸收进去了 防水就是我怎么打 我的肌肤都不会 那个水都不会渗进去啊 所以防水我真的是 测试不到给你们看 那么呢 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们有兴趣 想要再看看 关于这个防晒霜的资料 可以在我的 description box里面 找到哪些连接 那么呢 我的影片呢 就到此为止啦 如果你喜欢我这次的分享的话呢 给我这影片一个赞 如果你们想要看更多我未来的review video unbox video whatever video subscribe我的channel 如果你们有任何comment啊 或者opinion 或者suggestion呢 我随时的欢迎你们在我的影片下方的comment box那边留言 最后最后记得把我的video分享出去哦 那么就这样吧 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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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